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上次四月才在这里一眨眼好像五个月又过了 各位我们大家都老了 但是希望人老而心不老 心中永远充满着菩提心 充满着大悲愿心的菩萨行 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那今天是讲座第一天 所以一样的是要跟各位介绍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今天是Part 3第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先诵经 先请你们每个人手上拿补贤行愿品 补贤行愿品寄送日修简轨 各位手上都有吗 没有的可以请举手 工作人员会很乐意帮你的忙 慢慢来不用急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两个人一起看 第二个 待会送完金以后 我们会静坐几分钟 然后呢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会好的开始 我就 师父是属马的 所以是坐牛坐马的 佛教常说 要坐菩萨之前 先要为众生坐牛坐马 坐到我现在坐在这里 那待会我会给你看 乐山大佛 峨眉山 以及重庆大竹石窟的短片 有二十分钟 是商业金色的学生做的 竹竹做的 一两个月 我们是很真心的用法 跟大家结缘 接下来呢 才开始正式讲解今天的经文 经文会从三十六月开始讲 所以你不用急 好 各位请翻开 普玄行愿品 祭送日修简轨第一页 待会念的时候 三称华言会上佛菩萨请合掌 然后呢 开经济 经体 请看幻灯片 等经体念完了以后 就可以放掌 那有些连友对这个经文 寄送很熟 有些是不太熟 没关系 不熟的呢 你就用听的心理跟着念 若你熟的呢 就请你大声念 华言经称为金钟之王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修持法门 乃至于在金刚城 很多的红白黄花的伟大上师 在印度菩提加也修很多的法会 这个是一定会念十万遍的 好 请合掌 也请看桑爷金色的这个华言三圣的幻灯片 请你用心观想 请合掌 经体念完了以后 就请放掌 合掌 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请看普贤行愿品寄送 日修简轨 我可以看得出来 在座有很多莲友 对这个经文也很熟 甚至有些莲友都能背 很好 工作人员可以请坐 没关系 可以坐下来 请坐下 然后呢 我也看到有些人不熟 所以有些人会念得很慢 当然刚才大家都念得很好 可能是各位都吃太饱了 假如你念得稍微快一点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点 慢慢练习 好 那我为什么要劝各位 念普贤行愿品呢 来 我先问一个问题 Q&A 第一天就给你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会回去睡不着的 很好 假如今天 讲完经以后 阿弥陀佛就要来接你 请问 你会跟他走的 请举手 举好 不要开玩笑 确定哦 今天阿弥陀佛就来接你的话 你会跟他走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不要太兴奋 不要太兴奋 这个不是往生大会 假如你说 师父 现在他来 我真的怕 我不愿意跟他走的 请勇敢的举手 没有吗 不可能吧 很诚实 对 你会说 师父我今天真的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家有妻小 尚有高堂 老母 对不对 我贷款还没还完 我房子政府组屋还没缴清 我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 好 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 待会我要你静坐 思维 死 其实人是很怕死的 当然刚才各位连友说 假如今天阿弥陀佛就来接你的话 你会很高兴去的话 那表示你是有善根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去得了吗 假如你去得了 那很好 所以我们刚刚 翁心翁心 都会往生 可是往生到哪里 不知道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呢 可见我们人真的要放下是不容易的 待会我也讲 假如你今天断气的话 今天就是你断气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注意点 为什么我要劝你念谱 闲行愿品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Q&A写下来 假如你现在今天晚上静坐 假如我现在阿弥陀佛突然来接我 我还舍不得走 是什么东西让我放不下 你写一二三 写三个 现在就写下来 过几天我就会问你 我会举手啊 抽问哦 老菩萨我也问哦 真的 是不是希望你来学佛法 你要动动脑筋 这样你才会生起 思索尚愧 假如你有了 一二三四五的话 哎呀 那我要提醒你 那你要等来生 才能去极乐净土了 因为你有太多 放不下 放下不是嘴巴讲 而是境界来的时候 你心里真的做得了主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万一发生车祸 或发生火灾的时候 你心里念得出阿弥陀佛吗 你念得出 有些人念不出来 不要说车祸 请问晚上做噩梦的时候呢 你念得出佛号吗 有些人念得出来 有些人念不出来 你用功的时候你念得出来 你不用功的时候就念不出来 那在座也很多帅哥美女 对不对 酷哥辣妹 晚上假如男生 你做梦到美女呢 你早就不是阿弥陀佛 I follow you 我跟着你走了 是不是 你不是想阿弥陀佛的 所以听好 一句万德鸿鸿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不太容易 他要真实的对佛法了解 然后呢 你要在心里去训练 共修的目的 就是希望呢 你假如今天 很高兴各位都有善根 来听经佛法 你说不来听经 其实你就在家里看什么 寡乙嘛 是不是 反正就是台湾爱的电视剧啊 对不对 越看越有趣 哎呦 那个骂得真好 那个真狠 其实我们都在修行 注意是什么 修寡乙 我们每天也在修行 我们修发脾气 我们每天也在修行 跟人家比较嫉妒 中国有一句话 人比人 比上不足 各位都很聪明啊 对 你还是在比啊 所以我们各位都还坐在这里轮回 注意听 假如你不比 你正悟空性的话 你现在就会坐在虚空上 你的心是清静的 那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 尊心听 不要跟别人比 跟自己比 去年的你 跟今年你的比一比 看有没有脾气改好一点 上一个月 跟这个月的自己比一比 有没有更有慈悲一点 上个礼拜的比自己 跟这个礼拜的自己比一比 有没有更精进一点 因为要你不比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生生世世 习惯的这个习性 所以你反过来 不要跟别人比 比就会有很多的痛苦 比就有很多的是非跟烦恼 比就有很多的嫉妒 尤其是婆媳之间都在比 为什么 为了痛一个男人 一个是她儿子 一个是她老公 一个是她儿子 一个是她老公 所以还好我出家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跟外面比 要跟自己比 自己比顺着轮回的习性 它会推动你进步 所以师父希望你 好好的用功 好现在讲 假如你今天断气了 怎么办 人都会知道 比如说你看 在加护病房 或者是在 得了癌症的人 对不对 他都会觉得 人都不是这样 回光返照 老菩萨自己身体开始衰老 知道自己好像来日不多 他自己也知道 为什么知道 因为你心有决心 你不用问别人 对不对 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 比如你现在假如 不幸的生病了 你也觉得呢 这一生呢 你活到七八十岁了 对不对 你也觉得学够了 你应该往前走 所以我问一下 在座已经是 七十岁以上的 请举手 七十岁 举高一点 恭喜你 人生七十古来西 掌声鼓励一下吧 回来这么久 是要有福报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中国人又说 人生七十才开始 为什么 因为人要终身不断地学习 你回顾你七十岁 这七十岁 这七十岁 超过七十岁 回顾自己七十年 就像一部什么 恐怖的电影 酸甜苦辣都有 其实人是很苦的 对不对 所以要看你怎么想 假如你今天断气的话 要知道做什么 第一个 先写遗嘱 把你想要讲的话 赶快讲下来 老菩萨不能讲的 用录音笔录音 声音在法律上 也有责任 是不是是讲真的话 我们今天准备咯 知道吗 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做 是真的 第二个 假如你今天早上 确定说我差不多要走了 先请家人 你可能活动不方便 请家人帮你洗个简单的澡 不能洗澡的话 用干净的毛巾 把身体擦干净 换干净的衣服 第三个 起来要拜佛 点香跟点灯 因为这是你这一生 最后广修供养的机会 你要等香花灯果竹 不能点 起码三样东西 第一个供水 第二个点香 第三个点灯 拜佛三拜 拜佛的时候要忏悔 那么连池海魁佛菩萨 一切华言会上佛菩萨 我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造的恶业或恶念 我现在真心的忏悔 慢慢拜 第一拜忏悔业障 第二拜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 但四红誓愿 不敌心愿 第一拜是忏悔愿 第二拜是菩提心愿 第三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求生极乐净土愿 饭完以后坐下来 念普贤行愿品 可以的话念三遍 假如你没有气力 就念一遍 为什么 因为当你念华言经 经中之王 你只要一念 何掌 南魔华言会上佛菩萨 你很真诚的时候 华言会上佛菩萨 就开始放光了 照着你 因为他知道你今天夜已经静了 要离开人间了 佛菩萨一定 有大悲愿心 会放光 加持你 念完以后 看你能够念三遍是最好 不能起码念一遍 所以师父现在要公开鼓励 新加坡的佛友 要把这个全部给我背起来 发愿背啊 你们补门品不是也很熟了吗 心经会背啦 阿弥陀经会背 现在背补前行愿品 其实严格说是应该背 前面的长行文跟寄送的 糟糕 这一段将来台湾学生会听到 新加坡连友有discount 背寄送 其实长行文前面也是很重要的 你们很忙 师父知道 因为我常常接触很多广大的众生 我知道现在做工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做和尚也很辛苦 对啊 对啊 其实做人本来就很苦 但是苦的要有意义 苦的要有价值 所以你念普贤行愿品 念完了以后就开始念佛 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念欧曼陀佛也可以 就等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三圣就会献钱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该往前走了就走 举个例子 就好像师父今天 我前两天来 今天十六 前十四号 我订了飞机票 订了要来新加坡 我整理行李 不满哥 所以说 因为我们到场 刚好搬迁 我也是坐牛坐马 坐到前几天 也没有睡得很好 但是呢 我还是要搭着计程车 到机场去啊 我万一搭不上去的话 那就换别人奖金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既然已经买上 新加坡的机票 那就不要怕嘛 就该做的check in啊 该检查行李的啊 对不对 然后你就带着欢喜的心 踏上飞机嘛 那飞机也起飞的时候呢 我也发愿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而不要有灾难 愿一切众生 都吉祥如意 都成佛 我也不希望 搭飞机的时候 发生意外啊 对不对 你要发这个愿啊 所以你搭上飞机的时候 就什么 就很开心的 对不对 在飞机上 你可能休息 或者你看电影 或看书 或你做你的功课 然后到了机场 很多人就跟我讲 Welcome to Singapore 对不对 对啊 往生极乐净土 也是这样 不要怕 怕什么 人要勇敢的往前走 但是勇敢往前走之前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 你要知道 走的这条路的方法 你要了解 所以你要学习佛法 第二 你要修持 要改变你的身口意心性 改脾气啊 学慈悲啊 修福修慧啊 对不对 你要集聚很多福德资料 就像你买机票一样 要很多很多的check in check in检查 还有填很多的paper啊 第三个 你要控制自己的念头 不要怕 欢喜的往前走 你才会去极乐净土 那很多老菩萨呢 平常 虽然很善良念 Omitoho Omitoho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可是他比较没有因缘呢 学习佛法 走的时候呢 还是会舍不得 为什么 对不对 走的时候很痛苦啊 尤其得了癌症啊 很痛苦啊 然后呢 前面的世界黑黑的 然后想我修行的一辈子 奇怪 什么观世音菩萨 到现在没有来 他到底有没有接到啊 他到底来跟不来啊 然后看着孙子呢 跟女儿呢 还没断气就在吵架 心很难过 然后看着那边的呢 他刚刚 阿公啊 阿嬷 卖照啊 对不对 你看到孙子呢 你有流眼泪 哇 那很痛苦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想想呢 自己还有银行的钱 密码又不敢告诉别人 那你怎么会走得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就算你身体冷透了 可是你的心是什么 不甘心的 不愿意往前走 所以你要仰仗 有两个力量 一个佛的力量 华言会上佛菩萨 华言三声的力量 请看幻灯片 商业金色的 释迦牟尼佛 文书根普贤 待会我看 普贤菩萨的 额眉三短片 第二个 你要仰仗法力 什么是法力 金钟之王 普贤行愿片 当然你可能 又跟师父 抬杠咯 那师父 我可不可以改念 大悲咒 可以 可是你临终断气 说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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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念得出来吗 你念得出来 你就往前念 可以 但你说不出来的话呢 说婆呵 说不出来的时候 我看你还是改念佛号吧 因为佛号比较短 他力量比较能够专注 所以你要要仰仗法的力量 你 衣服呢 就像什么呢 走的时候啊 就像 新加坡没有冬天 对不起 这个例子不大 假如你到冬天 你到欧洲去玩 冬天 冬天呢 外面穿雪衣很冷 到你的hotel 旅馆的时候 或朋友家 你就把你的外套给脱下来 其实断气的时候 就像那样 只是把一件厚重的冬天外套脱掉而已 所以你就往前走了 就恭喜你 灵花化身的 所以死亡的思维是很重要 死亡并不是说死亡 大家就变成很负面 早死晚死啊 老不死的嘛 反正都会死 不是这样 做菩萨要勇敢一点 对不起 我常常在Tranetown看到很多 走来走去都是老不死的 政府主屋的老人 我觉得很可怜 真的 师父觉得真的很可怜 他不一定学佛法 可是我觉得 他住在这里很有福报 新加坡的福利制度就很好 可是他并不快乐 从他脸上你看不到笑容 他生命里面 没有一个生命的指导的方向 不像各位 你学习了佛法 有生命的方向 那没关系 来生吧 来生各位 新加坡的人全部成愿再来 再去度他们吧 慢慢来 但是你自己要有很坚定的大悲怨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现在请关灯 旁边黄色的灯关掉 红的可以留着 没关系 好 然后现在静坐一下 背挺直 身体放松 想 假如我现在就死 我什么东西我放不下 我放不下我的工作吗 还是放不下我的老婆呢 还是放不下我 银行里面的存款呢 还是放不下我的亲人 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你不要说 师父我没问题 我都玩 没问题才是大问题啊 所以你要看自己的念头 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最放不下 那你要从那里去修持去努力 好 静坐几分钟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眼睛不要全闭 思维死亡的道理是很重要的 这是佛法的很重要的基础 不要去怕 看着自己的念头 诚实的面对自己 好的念头 坏的念头 都要学着先去接受它 好 不用开灯 眼睛轻轻的眨一下 手慢慢的放松 你不要用力去戳你的手 训练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 我观察到在这个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这里面的讲座里面的佛友 大部分人对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都还不错 有些人的精进还比较差一点 起起伏伏 可是师父希望的愿心是 你听我讲佛法的时候 我希望你在波耳波罗蜜 跟禅定波罗蜜 能够再加油 因为你必须训练能够控制自己的心 假如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心的话 那死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新加坡 每天到周年庆 或者Big Cell 大雪拼的时候 你都会想 哎呀我要去OG building买东西 明天呢要去Hopper Front 那边有Discount 再来呢 Burgist J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City Hall 我对新加坡很熟啊 你看我们的心都是往外抓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一直在抓外面的境界 可是真正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要反过来 看自己的内心 当然外境也很重要 可是你必须要懂了佛法以后 你才会用外境来修行 比方说你来到静明佛学社 看到庄严的大殿 观世音菩萨 哎呀你看 那种这么庄严的静 让你的心就宁静了 所以静还是很重要 静虽然是假的 但它可以帮助我们 产生羞耻的功德 听完经了以后呢 当你们赶着回去做MRT的时候呢 你的心又不见了 明天上班 然后明天欢迎晚上再来 心又捡回来了 最多也捡六天而已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常常练习 这个很重要 它就像呢 很短的时间 举个例子 未尝不好的人 要少量多餐 吃少一点 但是你可以多几餐 同样禅修也是要练习 你不可能一做 你就像呢 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这样 一天不动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 凡夫啊 在一个地方要把他心定下来 最多顶三分钟跟五分钟 那就很深的功夫了 你的念头一定会跑的 所以你要训练你的心 就像呢 阿公跟阿嬷照顾你的孙 或孙女儿 孙跟孙女儿 什么叫好的孙跟孙女儿呢 一定是很健康 会活蹦乱跳的嘛 所以当你们带小朋友来 见师父的时候 注意听 不要打他 不要说没礼貌 在师父里面 他不会跳就很麻烦啦 我是老师 真正会跳的 会很开心的 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要有礼貌 对不对 但是不是说 有一个小朋友 一看到我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静坐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有问题啊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他不可能永远停在一个地方 他也不可能永远在跑 因为他跑久了也会累 所以你要训练他 就像小朋友 慢慢宁静 宁静以后啊 你的智慧就慢慢会升起 我先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然后呢 待会就看短片 所以禅定很重要 师父现在就开始讲佛法 我刚刚已经念完开经济 从前呢 在这个禅宗的宫案里面呢 禅堂 大家都是要静坐的 静坐有些人腿不好 那当然就没办法坐很久 可是真正出家 修行修禅宗的时候 每天都要打坐 不管你做得好跟不好 你就是要训练腿宫 你要忍受这种身心的痛苦 跟控制心的训练 突然有一个居士 他是这个寺庙的 这个护法居士 来 他看到啊 哎呀 大家打坐很好 然后那个住持师父 对他也很慈悲 说来啊来啊 你也来打坐好不好 他说师父 打坐有什么好处啊 他说打坐好处很多 你待会做了就知道 他就好 他说 他就看着大家这样 哇 他就先拜佛 拜了三拜 他就这样静坐 他开始觉得 哇 好舒服 坐了十五分钟以后 突然惊叫了一声 哎呀 我想起来了 隔壁啊 那一条街啊 跟我买的豆腐 三年前还没有还我的钱 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了 他就跑出去了 这个故事是告诉你什么 静坐的时候 以前的记忆很混乱的 你会记得起来 当然不是叫大家 进去卖豆腐啊 也不是收豆腐的钱 这只是个故事而已 只是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心会常常记忆不好 因为你的心太乱了 为什么现在小朋友念书 会念得不好 因为他呢 东摸摸西摸摸嘛 专注力不够啊 英文叫concentration 禅定第一个目的 就是把你的心给放松 你可以在公车上坐 你也可以在MRT坐 你也可以在家里坐 不过不要不要在你老板面前坐 你老板会坐 你干嘛 打混啊 你要选择长车 但是你要练习 譬如煮饭煮蛋机 哎呀不小心割到刀子 放下来 干嘛急做什么呢 静坐一下三分钟 想一想 真的要煮这么多吗 你的想法会重新再重新思考 英文叫做review 或refresh your mind 我们的心常常是不太干净 很混乱的 所以我们的苦恼就很多 最苦恼是什么 emotional problem 情绪上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人为什么从早到晚都会这么苦 其实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心 我再说个笑话给你听 有一次呢 我上做MRT捷运 去商业经社 有六天的普贤行愿大法会 还有这个念拜大悲惨跟往生奏 你知道吗 我一上来师傅也是先进座 然后拿念主 我就念 那MRT前面坐面的一个女生 对着我 你知道吗 她有两个大包包 一个全部是化妆品 一个是大包包 她就坐着这样子 在我面前 她化妆啊 可是她长得像鬼一样 两眼无神 精气神都很不好 现在年轻人身体都不好 欲望太多了 烦恼太多了 打电脑太多了 耗损你身体的能量很多 对着你看 她包装的是什么 外在的 对不对 一大包的全部都是化妆品 然后呢 还在我面前 我念 我就下车了 请问 你看 她看到一个师傅 她也不会有什么感动 她还是直播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 都是心 追求外在的东西多 释迦摩尼佛没有说 外在的东西不重要 但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外在的东西是会变的 是不会真实的 你得到的时候 很好 你失去的时候 你也很痛苦啊 你要想 反过来 我内心里 真正要追求的是什么 所以禅作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要好好的练习 好吧 这是我今天 为什么要带各位送 普贤行愿品 简单讲 普贤行愿品 第一个 掺除无量的重罪 不管在家出家 你有意无意 造的恶业 第一个 都可以念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第二个 会发广大的菩提心 像善财童子一样 五十三餐 的十大愿望 第三 念华严经 一定往生极乐世界 它有无量的功德 我归纳成为三个 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上商业经测的网站 听我2003年 第一次来新加坡 大碑中心讲的 普贤十大愿 将来我还会再讲 好 现在请大家看 幻灯片 介绍 我们这个讲座 是叫做 显密圆容观音法门 其实三个菩萨 都很重要 答案就是文书 第二观音 第三个是普贤 这三个菩萨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代表智慧 慈悲 与怨恨 所以 今天跟大家分享 上一次呢 是介绍了这个 五台山 请专心听 今天介绍第一个 四川成都 乐山大佛 是弥勒菩萨 第二个 是俄眉山 俄眉山 普贤王菩萨 我们商业经社的学生 终于很辛苦的 做了一两个月 今天做好了 第三个 会介绍 重庆大竹石窟 为什么介绍 重庆大竹石窟呢 以前有一个 美称 叫做 北 讲敦煌 大家知道 敦煌石窟 南呢 是重庆大竹石窟 会有很多很多的石雕 好 那这个片呢 我每隔两天 就会在进场的时候 放一遍 今天我正式先介绍 好 请专心听 大家放轻松一下 这个短片 大概有二十分钟 好 请看 音乐请 大声 大声一点点 大家听不到 好 谢谢 Thank you 这是商业经社的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其大象 代表能够忍辱 负重 而且走长远的心 六牙白象 代表六度万赫 华严经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最后一位老师 就是 普贤王菩萨 普贤菩萨 告诉他 善男子 你想要快速地成佛 要修普贤石大愿 接下来 接下来介绍是2004跟2005 商业经社 潮山 峨眉山 先看 第一个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 是按照三条江汇流之处 依着凌云山 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的遗产 但是在古代这个地方是灾难很多的 所以高僧发愿建了71米高 世界最大的十道佛像 弥勒菩萨 这尊佛像造了九十年 当时佛像从头到脚底 那都有很好的所谓的排水系统 否则下雨的话呢 它是会全部垮的 山是一座佛 佛也是一座山 这是对这个最好的注见 那海通法师看到三个江 残残残着水灾 所有的众生很苦难 所以他就发愿开始募款 要建这个大佛 可是很不幸 他摸了二十年的时候呢 却遇到地方官来勒索他 指控他说他贪污 他说我是一个出家人 怎么可能贪污呢 他就把自己的眼睛给挖了出来 说我绝对死也不给你一毛钱 他这样的气度呢 他过世以后 由川西节度使 还有朝廷的赞助 再加上两代的法师 历经九十年 养张佛力加持 这尊乐山大佛才完全盖好 那凌云山上就有凌云寺 从此这个寺庙就香火鼎盛 络绎不绝 佛法非常的兴盛 所以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得到 古来的高僧大德 是很有气度的 他刚正不合 为了利益众生 他是绝对不会受政治或其他的口血的 当然这个地方 很多文人也会来 所以有很多的字画 还有书法 所以乐山大佛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观光点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参访的游客可以从旁边的叫站道 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往上爬 我们很高兴那时候我带学生去 人非常非常多 在佛脚之下呢 我们的身心显得更渺小 然后呢 你也可以踏这个站道 同时也可以搭游轮 那佛前面呢 就有大概三米这么高 同住的这个香炉 所以古文讲 养之谜高 望之谜间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赞叹 赞叹 山是一座佛 佛是一座山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上爬 爬峨眉山 感谢新加坡静忠学会提供的音乐 普贤十大院要忏悔业障 所以他的音乐叫 我们大家一起来忏悔 我们一起来忏悔 额眉山本来十六世纪的说是 如是道三家的 其实额眉山本来是道教的道场 道教修仙 因为额眉山很有灵气 后来呢 当豹国寺建完了以后 就成为正式佛法的道场 那也成为大共普贤王菩萨 广度众生的这个圣地 那额眉山有很多的景色 其中八大名寺之一 豹国寺 是很重要的寺庙 八国寺里有圣机晚宗 超宗可以度幽民界的众生 宗上各有阿含经 佛经跟历代帝王提的字画 这是我们商业经社全部的干部跟学生 人心有多疲惫 求上净土无人 峨眉山叫秀甲天象 山水也是非常有名的 文人还有末克也都喜欢 峨眉山的灵气跟圣境 那各位老菩萨不用担心 中国现在非常的进步 所以它有万年寺 要上去呢要坐缆车 万年寺有海拔一千零二十公尺 所以它现在有缆车可以上去 然后呢但是呢有耐心排队 因为有很多老菩萨告诉我说 师父你每次放啊都很棒 可是我老了我去不了 我说你要放月娜 对不对 这是table car 希望各位福地道上步步高升 万年寺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亲自下令 它最早是建于西元三百九十九年 明朝万历年间皇帝下令 捐三千两的黄金跟铜啊 建了这个古贤王菩萨 各位各位看到 你可以看到最早的无良殿 它建筑有点像回教的建筑 最早建于公元一千六百年 四百多年来 曾经经过很多大地震 很多都毁了 可是呢万年寺还在 这次大恨不行王菩萨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就流眼泪了 不愿再违背 你脱无缘无私的教会